在昨晚伊拉克对阵约旦的亚洲杯八分之一决赛中,伊拉克一度取得二、一的领先,但当比赛进行到第76分钟时,伊拉克球员侯赛因在进球后模仿约旦进球队员的庆祝动作,而迟到第二张黄牌被主裁法加尼红牌罚下。 此后在全场比赛商庭捕食的第90加5分钟和90加7分钟,约旦球员连入两球,完成3比2的神奇逆转,顺利挺进八强。 赛后伊拉克主教练西班牙人赫苏斯卡萨斯更是直接炮轰当职主裁法加尼,认为裁判出现了严重的误判,完全就是双标,约旦球员同样的庆祝动作。 裁判没有任何表示,但是当伊拉克球员做同样的庆祝动作,却被红牌罚下,认为是有人暗中不想让伊拉克晋级,是在针对伊拉克队,本来能取得一场胜利。 结果被主裁的红牌判罚从而影响了整个比赛进程,伊拉克被偷走了胜利。 随后伊拉克族协更是官方向亚族联提起申诉。 我早上写了一篇伊拉克与约旦队比赛的文章,其实我也不明白为何同样的庆祝动作。 约旦球员没有任何事情,而伊拉克球员却吃到红牌。 在评论区有一位热心的网友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他们在庆祝的时候使用的不同的手。 他们的庆祝动作类似,都是席地而坐,用手做出的吃东西的样子。 但是区别在于约旦球员使用的是右手,而伊拉克球员使用的是左手。 对此,我专门去查询了相关的解释,阿拉伯人对左右手的区别。 查询到的结果就是在传统阿拉伯人眼中。 右手视为高贵、尊敬,而左手具有贬低、鄙视的意思。 阿拉伯人的左右手具有严格分工,左手规定为不节之手。 是用来干脏活,做方便后的清洗工作的。 右手则为纯净之手,是与人握手,进行施舍,赠送礼物,递交物品的专用手。 由此看来,伊拉克球员吃到红牌一点也不远。 倒霉就倒霉在这位澳大利亚裁判法加尼。 他是从伊朗入籍澳大利亚的,同样身为穆斯林,对左右手十分敏感。 如果主裁他不是一位穆斯林,或者他不懂阿拉伯人左右手的区别。 那么可能伊拉克球员的庆祝动作没有任何问题。 坏就坏在这位主裁虽然是澳大利亚籍,但他之前是由伊朗入籍。 而伊朗对传统的穆斯林习俗是最为严格的。 伊拉克球员吃到红卡的真正原因就是他在庆祝的时候使用了左手,被裁判认为是挑衅,不尊重对手。 故而吃到第二张黄牌,两黄便一红罚出场外。 大家对此怎么看待? 内容为个人独家首发。 如有抄袭必究到底。 123 9 9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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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